Hello,大家好,我是试试红,爱吃肉 今天给大家拍一期我的热爱为主题的视频 前几年我来这里工作由于枯燥就热爱上了养宠物 给平淡无味的生活增加点乐趣 在这之前我是不养宠物的 因为住在小区里很难满足你热爱宠物的条件 其实我们在每个阶段热爱的都不同 当然你的热爱就决定了你的生活 也决定了你是谁 当然这个期间大家跟我经历的很多 从小花出生第九天出现了变故 我收养了她 我们一直陪伴她成长 观察她的蜕变 还记得吗 那时候的她是这样的 是因为收养了小花 后来我们又收养了狗圣和小黄 那个时候做出的努力 我们不惧怕 因为我们热爱 因为痘痘的一些行为也感染了我们 她把他们视如己出 我们也同时伴随着狗圣和小黄的蜕变 发现了人生中很多的乐趣 也记载着我们一起度过的每一天 还有我们可爱的小美 善良又温顺 还有那个痞子气很重的小花 她已经从一只呆忙的小狗 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少年 这期间我也曾经想过要放弃 也多亏一些好心的网友 支持我 帮助我 也从我的热爱变成了大家的热爱 热爱生活 热爱宠物 亲近待人 是我们所有粉丝的热爱 最近也突发了老大 生完宝宝之后 得了抑郁症的问题 有很多粉丝替我解答问题 然后帮助我 安慰我 还有一些粉丝 虽然没有发言 但是他们默默的一直都在 虽然有的粉丝不发言 但是我知道你们一直都在陪着我 经历了这些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对生活充满热情 即使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 自己也会释然 相信生活总会越来越好 我们按着粉丝提的建议 去安抚老大 然后他这两天好多了 我们也是天天盯着他 然后随时手工喂奶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一起见证 这些小奶狗的蜕变吧 大家好 有好多小伙伴想了解一下 他们几个大狗跟小黄 还有那个狗事他们的情况 你看他们挺好的 相处的特别好 没想到这么和谐 下面让小花给大家演示一下秒睡 睡一个 直接就睡着了 看到了吗 秒睡 小美不在 小美出去方便去了 小美方便且溜呢 且转悠呢 转悠到合适的位置 才才方便呢 她就在这儿等着她 等着等着就等困了 是不是 跟弟亲上了 姐姐一会儿就回来了 你还是回窝睡吧 回去躺着 这样躺得多舒服呀 看那小爪 跟那小猫爪似的 五个小肉球 多干净多好 趁姐姐不在 你闻闻她这个骨头 这是小美的那个骨头 可以拿啊 抱着这个 羊抱骨 算了吧 别一会儿你身上都是羊肉味 小美回来了 看着她睡觉呢 小美怎么这么懂事呢 也一夸她也醒了 走你也出去方便吧 别在屋里方便了 你们没发现 她这两天好像胖了 入嘟嘟的 镜头放大的原理嘛 就是在镜头下近距离看 有点胖了你 胖不胖 在这花里方便吧 小黄在这刨玉米呢 狗生在这捧着树根在啃呢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们明天见